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灾祸不断 上天特派天神来人间保护 一年轮值一位天神 也就是说是年年换的 那我们要拜的是每年当值的太岁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位菩萨当值所以尽量不要用相片 供奉的太岁菩萨 可以用一张黄纸 A4或A4一半那么大即可 上面竖写太岁菩萨四个字或者用电脑打印 繁体或者简体字均可 装一个镜框 树放在佛台上 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也就是您面对观世音菩萨时 您的左手位置 初次供奉太岁菩萨 可以给菩萨供水 供水果 油灯 然后在佛台给诸位菩萨上 相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请太岁菩萨到我某某的家里 然后念诵108遍太岁菩萨圣号 再念消灾吉祥神咒21遍 如果您所供奉的太岁菩萨是有形象的话 不知道是哪一年当值的太岁菩萨 请下来也是可以的 换成太岁菩萨四个字放入镜框供奉 这样就可以一直供奉下去 不需要每年换 静下来之前 要念礼佛大忏悔21遍 大悲咒7遍 心经7遍 然后要说感谢太岁菩萨过去 对我某某某与全家的帮助 谢谢太岁菩萨 谢谢太岁菩萨千万不能说 请菩萨下来 其他可参照佛学问答97有关本命年的问题